以心经和金刚经作为发想 用简约的画风探讨人生 艺术家管正辉以佛经的心经与金刚经发想 用简约的画风作为创作理念探讨人生 我这次的作品其实跟我长久以来的作风 其实都还是延续下来 但是我这次会比他做的比较简约一点 这个简约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就有一个发想 就是说有时候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看国经 有时候金刚经、心经 这个我觉得都很短 尤其是心经276个字 276个字会把整个人生的状况全部都叙述到 我觉得是蛮精彩的 所以用这种精神就是说 把这个我的徒步就把它缩缴 大概就一幅发尔幅大概是10号左右 但是我在整个底层的铺层是这样一层一层的铺层下去 在铺层当中就慢慢的运力了自己的一个心情 还有一个沉淀到自己内心里面去 其实到最后感觉是跟那个心经所讲的都是蛮一样的 就是说空即是射 射即是空 就是类似这样空有相对 到诸法接空的那种境界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很短短的 很篇幅很小的 其实里面要说的话还是蛮多的就对的 也就是说整个人的生老病死 就是说人生的境界或我们在看外面的景象 其实都是这样的 生灭 生柱易灭 生灭这样 它有生成 也有破坏 倒就会沉浸下来 沉浸下来它不完全是沉浸 如果说依照佛法来讲 它还是一样会再生起 生起之后又还是会回来 那中间的那个整个生灭或生柱易灭的那种 整个激烈的波动就蛮大的 有情众生的生老病死 世间的生柱无常 都是表示万法流转生命无常 时放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道